在本周在北京举行的中欧高峰会议的期间 中国国家领导人再次就求同存异提出了新的定义和主张 来看一下今天的欧洲观察 中国国家领导人本周在北京与欧盟两位主席的高峰会谈期间 再次就中欧之间求同存异提出了新的定义和主张 而这些新定义和主张同样也适用于 中国与所有政治体制不同的西方国家的未来关系 总理李强在与欧盟领导人的会晤时也表示 坚持对话 反对对抗 坚持合作 反对脱钩 求同存异 求同化异 不难看出中国领导人在中欧风位期间 就双方求同存异提出的新定义 新主张 不仅为中欧关系的重要性表达了极大的期盼和愿望 也精准地把握住了中欧关系过去动荡起伏的难点和政界 更为中欧两种不同政治制度之间如何处理矛盾和管控分歧 提出了明确的方式和具体的要求 比如中国领导人提出的重信手艺 一心一意 就是告诫欧盟方面在制定和处理对华事务上 不应该反复无常 背信弃义 不应该既不脱钩 不锻炼 又去风险 降依赖 不应该处处筑墙涉垒 又为近4000亿欧元对华贸易逆差布满教区 而排除各种干扰就是告诫欧盟 不要一步一驱 盲目跟随美国的指挥棒转 而欧盟目前对华限制芯片设备 对中国电动汽车准备采取反补贴高关税 甚至威胁制裁与俄罗斯保持经贸往来的中旗等等言行和动作 都是欧盟追随美国打压中方的具体势力 对此 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就曾经发出过一个灵魂拷问说 欧盟一直自称是一个独立于美国中国的世界权力大中心 可是为什么欧盟必须一直听命于美国 而这也是为何中方一贯强调权力支持欧盟方面 排除各种干扰 保持自身战略自主 以及在包括对华政策上实现基于自身利益的独立决策 并且高度赞赏法国总统马克龙不做美国附庸表态的真正的原因所在 这次北京举行的中欧高峰会议上 中国国家主席可以说在中欧未来关系发展仪式上 表达了极大的善意和期望 也坦诚明确地指出了中欧关系中矛盾与冲突的各种应对方式和解决方案 现在就要看欧盟领导人在未来是否会准确把握 和积极引导各类对华政策的内容及方向了 以上就是这次的欧洲观察 欧洲观察